为什么美国频繁派战机前往波斯湾 对什么再次误判 美国为何忌惮S-400 全球英无人机被伊朗击落之后 美国一反常态相当温和 这次伊朗自主研制的防空武器令人刮目伤看 同时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防空实力的严重误判 虽然美国没有进行军事打击 但在近日 美国频繁派战机前往波斯湾 意图为何 据报道称 美国首次在卡塔尔美军基地 部署了数架F-2隐身战机 其唯一空中打击任务 就是应对伊朗的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 目前伊朗最先进的防空装备就是S-300 同时美国还组织英国和以色列 进行了代号三重闪电的联合军演 这是全球首次三国F-35参与联合演习 看来阵势摆得很俗 美国目的无非是秀肌肉震慑伊朗 除此之外 美国还未摸透伊朗的防空实力 这次最先进的无人机被轻易击落 也给美军造成不小的打击 加剧了对中东部署空中力量 稍显薄弱的担心 为避免再次被击落 向中东增派最先进的F-2战机护航 是最好的选择 但美国再次误判了 伊朗会将用全球鹰残骸 换来俄罗斯的S-400防空系统 S-400让美军更加战战兢兢 B-2 F-2和F-35被击落风险 极大提高 届时伊朗又将多几款美制收藏品 S-400系统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的 土耳其和印度甚至不惜与美国闹翻 也要购买S-400 可见其魅力不一般 美国曾要求土耳其放弃 选择本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但土耳其总统近日表示 一套S-400相当于三套爱国者 美国甚至用F-35为条件 又回印度放弃S-400 印度依然不为所动 各国争相购买 可见其性能的强大 而美国担心的是盟友购买S-400导弹 将会影响美制战机等武器的信息安全 俄罗斯会因此获得美制战机雷达 反射面积和电子辐射型号等敏感信息 如果伊朗部署了S-400 美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俄罗斯的S-400将为伊朗 撑起一个强大的防空保护伞 只不过从局势上分析 美国并不敢轻易向伊朗动武 一旦没有把握好力度 美国将最终为自己的愚蠢行为 付出惨重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